的提案,所以可以準備一下 好 那就給你操作 好,那 今天提案的時候有說我們就是錄音的專案 那錄音需要很多的句子 那因為需要很多的句子 我們之前都是就是依靠人力去整理句子嘛 那現在有了GPT就可以叫就是機器奴隸來生句子了 所以我今天就試著就是看看能怎麼樣子就是 把調整魔咒讓它就是用我想要的這些 用我想要的特定的字來照樣造句 欸,我跑出這個來了 回去 對,然後就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的上面這一組魔咒 下面的確是會生出就是 欸,我沒有把結果列出來 的確是會生出 就是會依序然後用這些字各造一句話出來 對,但是還是需要人工去檢視去調整 去選出就是證券 對,然後最神奇的是這個下面這個 就,然後接下來我就想說那能不能拿來生台語的句子 讓大家台語 因為台語句子是比國語的句子還缺非常多的 而且很難整理 所以我就給他我們目前,從我們目前的詞庫裡面 隨便拉了十幾句 然後跟他講說請參考下面的格式 然後生出產生一些random的台灣 台灣ese sentences 對,然後就發現說 GVT它的確是會生出就是格式正確的 一樣是中文,然後後面刮胡 然後裡面是羅馬拼音的句子呢 只是那個拼音不一定正確而已 對,就是非常的神奇 好,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會需要說 真的會講台語的人來幫我看看到底哪幾個是正確的 然後我們再來研究要怎麼樣讓他就是 能夠,能夠不要就是 苦爛 只寫他會念的東西出來 好,就這樣,謝謝 感謝 感謝耶穎 然後剛剛接下來是Stanford